如果他们在美西哥的核心 正在接近的标准 和有些人的核心 我会在100%大量的投资 如果这些人不成功 我会在200% 继续让中国习产地 就要对墨西哥开闸 就怕川普兑现竞选支票 让墨西哥总统 雪恩-Bauhm 22日公开向美国表忠 雪恩-Bauhm大动作澄清 正是因为美墨加贸易协定 USMCA为了2026年的检讨审查 最快明年下半年 即将展开磋商 然而今年7月 美国却对位在墨西哥 熔炼与胶筑的钢铁核铝 分别课征25%与10%关税 摆明要防堵中国商品 透过中转墨西哥来 规避征税 墨西哥表态为了与中国脱钩 将与美国企业合作生产零组件 毕竟在拜登执政下 为了降低对中国依赖 美国实施有岸外包政策 最大受惠者就是墨西哥 去年墨西哥更以将近16%占比 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进口国 此外 末中长期贸易不平衡 也让墨西哥对北京当局 有了提防之心 墨西哥每年爆买中国商品 进口额高达1190亿美元 近3.9兆台币 另一头经济持续疲软的中国 对墨西哥进口额却不到十分之一 只有111亿美元 约合3574亿台币 彻底惹毛墨西哥 根据墨西哥日报报道 墨西哥财政部长拉米雷斯 8月甚至曾在会议中指控中国 对墨西哥倾销商品 却从来不跟墨西哥买东西 墨西哥近日宣布 将豪杂550亿墨西哥批索 相当于879亿台币 扩建太平洋沿岸 克利马州的曼塞罗尼港 这一投资将使这座港口 跻身全球前20大货柜港 扩建后面积将突破1800公顷 与美国最繁忙的洛杉矶港 吞吐量相当 不过却引发两极看法 有分析解读为 此举是墨西哥在替中国开后门 那个产品也在这个 关税征收的清单里面 10%的关税已经开始起效果了 但是我们在这边生产的话 它就没有在10%的关税 过去就有中国厂商 靠躲在墨西哥 规避川普关税制裁 就连中国电动车龙头 比亚迪也大举在墨西哥设厂 再加上中国对南美洲港口 也虎视眈眈 秘路前开港 可说是落入中国手中 另一方面也有看法认为 墨西哥有意利用扩建曼萨罗尼港 引起美国方面关切 进而增加手中谈判筹码 在上一波川普点燃的中美贸易战火 墨西哥已堪称最大赢家 如今川普再回国 如何紧握手中好牌 薛恩暴母证积极布局 三连新闻他们很报道